一个转念让自我全面提升 请听刘轩新能力升级攻略 哈喽朋友你好我是刘轩 今天很高兴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透过声音与您接触 我自己学音乐学了很多年 做广播从大学到后来回到台湾 在非电联播网做节目 总共加起来也有十年了 做音乐混音的DJ 那更久已经超过二十年了 所以我的生活我的兴趣 我自己过去的经验 有很大一部分都跟声音有关 而我也确实发现 当人用听觉来吸收讯息的时候 这个学习的体验 是跟用视觉来说非常不同的 让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想象一下你今天走在街上 有个红色的跑车从你身边开过去 那个哄哄的引擎声 很低沉 很威武 那开到你旁边的时候 你都能够从那个声音当中 感受到那强大的玛丽 觉得那个声音都震动到你的骨头里面 你几乎都能够在自己的脑海里 听到那个声音了吧 你看我光是用说话来形容 就可以制造出一个听觉的想象 甚至视觉的想象空间 但如果我是个电影导演 那就不能这么做了 当脚本里面红色跑车四个字出现的时候 我就得决定 那我拍摄的时候 我是要用Ferrari 还是Lamborghini 还是Porsche 还是McLaren 为了决定车子的红 要多么红 车子要擦得多亮 拍摄的时候要用什么角度 光要怎么打 因为车子要出现在画面里面 我就一定得做这些种种的决定 而身为导演 我每一次多做一个决定 你身为观众就少做一个决定 也就是说 视觉的想象空间是比较小的 视觉很直接 没错 眼见为凭嘛 但是听觉 更能够让听众置身其中 因为大脑有更多空间 能够参与这个体验 而且有些事情 是只有听觉做得到 视觉做不到的 像是如果我说 这个红色跑车 他现在突然在你身边停下来 那个门打开 一个人从车子里跳出来 你看到他 就觉得他很面熟 好 那这个人是谁 每一个人 听到这一段 想象的对象都可能会不一样 然后这个时候 如果我说 你发现 这个跳出跑车的人 哎呀 就是你曾经在学校里面 曾经暗恋过的一个同学 好多年没见了 这个时候就有人看到你 还露出笑容 说嗨 你在这个时候 是否就能够想象到 这个人打招呼的声音呢 你看听觉 让这段故事 成为了一个很有趣的填空题 但是电影导演 我看到这样子的剧本 那丢本了 我不拍了 我拍不出来啊 这么个人投射的东西 你叫我怎么拍 读一本小说呢 这个算视觉还是听觉呢 它两者都是 像是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你是否也是会脑袋里面 同时一边读 一边想象那些人物对白的声音呢 那99%的读者都会 所以读小说 其实也有听觉的体验在里面 只是那是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发声的 不是在我们耳朵里面听到的 而听一个有声书 或是一个音频节目 跟纯听觉不同的是 当我们在阅读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同时做其他的事情 你不能一边读书 一边走路 那很危险 但是你能一边听节目 一边开车 还能够让塞车的时间 比较好过一点 在这个越来越视觉化 四处都在向我们的眼珠 来投射广告 所有的讯息都以吸睛为目标 城市的景象 已经让人脸花缭乱的时候 我认为 听觉 是我们感官的最后一块净土 它是一个能够带给我们知识 带来意义 甚至创造感动 促进我们改变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讯息频道 那于是 我们让自己的耳朵听到什么 真是应该要慎选 那我就是以这样的理念 来规划您将听到的这个节目 希望在生活中 给你带来一些有趣有用的讯息 你可以把我当个爱聊天的朋友吧 每个礼拜定期跟你分享一些 我觉得有意思 有用 我听了能够让你多思考一下生活的 心理学相关的秩序 这个内容 不会太艰深 我的用意不是要讲课 所以如果你是要上一堂 像是大学里面那种心理学通识课程的话 那这个节目并不是 那我对于这个节目的制作原则就是 轻松 多元 生活化 他有科学支撑 但又不会把这个学问很刻意地摆在前面 希望的是 你听一次就能懂 也不会占有你太多时间 我会分享一些 跟我们日常生活相关的心理学知识 例如 改变生活的习惯 培养专注力 断舍离的心情之类 那接下来 我会介绍一些 每个人心里经常会犯的毛病 是一些不理性的 容易让我们误判事情的偏见和谬误 来认清它们 能够帮助你做更好的决定 我也会从心理学的角度 来分享一些经营人际关系的技巧 也会有十集的内容 特别来讲 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 希望是让你在未来 不会被别人 或是被自己的情绪给绑架了 那对于某些精神异常的状况 例如像是OCD强迫性行为 厌食症 进而会介绍一些犯罪心理学 这也会是其中的一章 当你对自己和对别人的心理 有了更多的理解 也就比较能够知道 如何去改变一些 看似不能改变的事情 我们说世界 它是老天创造出来的 不管你认定这个老天是谁 而我们只是其中一个很小很小的分子 但是我们自己内心的这个小宇宙 以及我们身边所有人际关系 所构成的这个社交圈 它可以感觉很大 但也很小 而在其中 我们都有绝对的角色 绝对的定位 以及非常关键的主导权 我希望这些节目 每次听了之后 都能够提醒你 我们都是有主导权 来决定如何看待这个世界 而所有的改变 就从你自己的意念开始 我很期待与您分享这些内容 也感谢您把耳朵借给我 每次给我十分钟 就让我向您娓娓道来吧 欢迎您的加入 我在里面等着您